部落族人在台上卖力跳舞 展现活力与热情 玛丽玛丽原创意系列活动 迈入第四届 而本届也是第一次联合 超过20所的桃园市教会团体 共同推广原乡文化与产业 可以像我卖这个 我卖这个也可以推销 也可以认识很多 像原住民不同族 本身就是基督教 就是教会的活动 觉得也可以就是促进 我们就是怎么讲 就可以就是曝光我们的东西了 本次的主办方 中华两岸民族文化产业经贸发展协会 理事长就表示 正因为居住在桃园市的 原住民族人口高达七万两千多人 因此想要积极在都会区 提供更多平台 发扬原住民族文化 而本次就以家庭日为主题 鼓励族人一同吸加带券来参与 可以从这活动 可以去认识到更多不一样的人 原住民每个人的信仰都不一样 所以在自己的信仰上 就是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 也可以值得好的 可以让我们值得去学习 因为一方面我们借这个活动 来传承来发扬 也让我们的年轻一辈来学习 欣赏我们自己珍贵的原住民族文化之外 那也更凸显 更重视我们家庭的经营 家庭的价值 第四届玛丽玛丽原创意系列活动 提供给桃园市都会区的民众 原住民族十一住行娱乐的特色活动 不仅行销部落文创商品 推销农特产品 以及原乡地区的深度旅游路线之外 也提醒更多民众 唯有凝聚家庭共识 重视家庭价值 才让文化更有传承力量 原市新闻 九亚小麦学长 桃园市采访报道